这些年啊 我跟着我的导师王洪涂教授 在临床上就看过这么一例病人 那是一小女孩 17岁 心烦 幻听 幻触 而且呢 怎么样呢 思维 按我们说 就有点不符合逻辑 有的精神病院呢 就给诊断 叫青春期精神分裂症 就是这么一个病人 而且他还有个特点是什么呢 总爱唱歌 并管是这种高亢的 还是这种低沉的 嘴里老是哼哼的 比较爱唱歌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 17岁嘛 他老是特别喜欢异性 我们说在青春期 说幻想异性 这是正常的 但是你不能说不藏 完全表露出来呀 所以我们在门诊的时候 他也跟我们说 我就愿意跟男孩在一起 而且老想唱歌嘛 就这么一个病人 刚开始呢 我们是认为他肝胆有食热 所以王武东老师呢 也是从清热 肝胆 蟹 向火 从这个角度去进行治疗 至少一段时间以后呢 他一些心烦呀 换听换出啊 情况怎么样 有所缓解 但是有一个消除不掉 就什么呀 老想唱歌 而且这种想接触异性 并没有完全缓解 后来王弓图老师也提到 《内经》当中讲了 匹藏盈 盈舍益 这种意念怎么样呢 不能藏 完全暴露以外 这是匹不藏益的结果 从清热点 没有必要 пон当 适得 不乱 个